人神已经开启了9个周本秘境 可以说每个秘境都有自己的小技巧 那么每个周本的小技巧你都知道嘛 风魔龙周本的小技巧 就是等他趴在平台上的时候 我们去给他修脚 尽量多利用元素反应这样白色的血条会消耗的很快 白色血条消耗光之后 他就会陷入虚弱状态 我们就可以趁机爬上他的脖子输出了 如果一波没解决 他就会释放一个让我们烫脚的技能 我们只需要利用风场 飞到旁边的平台上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接下来是北风狼 打北风狼要注意的就是 他封元素和兵元素双免疫 队伍中最好不要带着两种属性的角色打 进入第二阶段之前会绕圈冲刺撞我们 其他并没有小技巧 公子周本的小技巧 就是当我们被公子攻击到时会被标记 这时我们再被公子攻击到的伤害就会增加 不过我们靠近秘境旁边的墙壁就会消除这个buff 所以在打公子周本的时候 我们尽量把他拉到墙边打 打若驼龙王时我们要看秘境门口的元素 比如本次秘境门口显示的是冰和火元素 那就意味着若驼龙王本次会有冰火两种形态 相应着对这两种元素的抗性也会提高 这时我们就不能用对应的元素来打 而且最好还要带一名顿斧角色 否则会受到额外的伤害 当头顶出现龙王即将汲取某种元素时 就是马上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进入下一个阶段还会使用践踏伤害很高 尽量远离躲避 个人认为龙王是机制最多且最难打的周本了 记住带盾斧还有不要用对应元素打会好很多 女士周本的小技巧就比较简单 需要我们注意的就是含冷值和炎热值 当我们含冷值或者炎热值要满的时候 可以跑到地图四个角的机关解除状态 当女士进入冰简后 我们需要剪地图上出现的火蝴蝶攻击冰简 这样冰盾就会掉很多 冰盾消失就会进入第二阶段 和第一阶段机制相似 伤害不够也可以慢慢刮死 雷神周本最好是带一个雷属性角色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们被攻击 雷电将军会积累怒气条 怒气条满了之后就会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会释放一次必杀技能 这个必杀技能需要我们用元素攻击战场中间的圆球 生成防护罩躲避 用雷元素一下即可 用其他元素则要慢一点 当雷电将军血条下面的紫条消耗完之后 就会进入虚弱状态 这时他的全抗性会下降60% 我们把握实际输出即可 接下来是正机之神的周本 第一阶段我们只要剪地上的结晶 当我们旁边小宠物的能量调满了之后 踩地上的格子 按踢触发机制即可 一般我们选择激活雷元素格子 这样正机之神的一只手会瘫痪 两个格子就是两只手都瘫痪 主要是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我们不能直接攻击 也是要剪它放完技能后地上的结晶 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它在往地上放元素机关的时候 我们利用元素攻击 先尽量多的破坏元素机关 可以不减但是要尽量多的破坏 因为我们可以在机关爆炸之后 利用四叶印来减 满一次能量打一次 满一次能量打一次 这样会加快消耗白色血条的速度 第二阶段会放四个雷元素机关 我们只要不用雷和水都可以破坏 全部破坏瞄准攻击 它就会陷入虚弱 通过四叶印飞上去解决即可 草龙舟本没什么技巧 一共有三阶段 第一阶段靠伤害罐 第二阶段守塔 第三阶段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进入绿色防护罩躲攻击 不然会被秒杀 最后是鲸鱼舟本 最好是带一个风单角色来打 或者带水煮 我们攻击可以积累怒气条 怒气条满了之后 它会把我们吞进肚子里 吞进来我们要攻击这个罪恶骑士 当它变成一个球的时候 用慌忙攻击会消耗一大管血量 并打断施法 击败它后 我们就会从肚子里面出来 出来后鲸鱼会虚弱我们灌伤害即可 鲸鱼有水炕 尽量也别带水元素角色 以上就是九大周本的小技巧了 你觉得哪个最难呢